哈囉我是葡萄 各位看到這個畫面應該猜到了吧 最近又有一款遊戲 在youtube上面打廣告 而且打的廣告都非常的恐怖 都快跨年了 然後還打一些鬧鬼的廣告 就這款遊戲 什麼道勢出關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應該叫道勢出兵才對 然後上面還寫林正英正版授權 林正英前輩他都已經過世了 請問一下誰幫他授權的 所以光是這這行字 我就真的覺得他媽的胡亂 胡亂到了極點 然後重點還有 大概有35萬個人預約吧 ok 然后我有去截到他一些廣告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一些廣告 到底有多胡亂吧 ok 這邊就是我截到他的廣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一些什麼 預約福利的廣告 先來看第一個 我是道長林正義 道是出關今日開啟事前的意義 我代表公司給大福福利 首先在預約期間預約的玩家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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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他剛才說幾多少 他剛才多少 百分之七十的機率 他說概率 好啊 百分之七 百分之七十的機率會得到什麼 百分之七十的機率會得到 switch 噢噢 好啊 真的 真是他媽有夠福利的哎 百分之七十哦 啊哈 我們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可以得到 iPhone 13 iPhone 13 哇哦 50%的機率哦 而且他前面說什麼 今天開始事前登錄嘛 然後預約怎樣 哎 送福利 哦 各位記住這句話 首先在預約期間 預約的玩家哦 預約的玩家 有百分之七十的機率嘛對不對 哦 七十的機率得到switch 然後再來說什麼 來打開我們計算機 有多少可能預約哦 我們算他三十萬好 三十五萬個人預約 ok 那計算計算一下 來三十萬個 十百千萬 十萬三十五萬 然後他說呃 七十趴嘛 那我們就要乘以呃 乘以0.7 哦 ok算出來了 二十四萬五千 所以代表說 在這段時間預約的玩家 總共有二十四萬五千的人 得到一套switch套裝 哦 麻煩之後嘛 請那些玩家出來哦 出來 出來解釋一下好不好 如果真的有人抽到switch的話 記得要要二十四萬五千人哦 麻煩請全台灣哦 我們算台灣就好 請全台灣那些得到switch的玩家 你最起碼十萬個人要跑出來講吧 各位觀眾朋友 二十四萬個switch套裝哦 他廣告上面說的 我沒有虎爛 廣告這樣說的哦 來 他說多少 百分之七十嘛 所以要乘以0.7 三十萬人乘以0.7 二十四萬五千 所以麻煩這些人 所以這廣告會不會有點虎爛的太太誇張一點啊 啊 這廣告也在投放 你一間代理商遊戲公司 代理商哦 你能送出這麼多台switch嗎 你能送出這麼多台嗎 是不是廣告不死 是不是胡爛的 是不是詐騙人的 然後再說什麼 一萬的遊戲點卡那不是重點 來看一下這邊 五十趴的機率嘛對不對 iPhone13好 我們來算一下嘛 哦 各位觀眾朋友 數字都在這邊 三十五萬 哦 五十趴的機率嗎 ok 各位觀眾朋友 都算在這邊了 三十五萬 五十趴的機率嗎 總共有 十七萬五千個人 會得到iPhone13的蘋果手機 這是廣告上面說的 這個廣告他也在投放 你們這種會有人信 會有人信嗎 麻煩相信的人 請在底下留言一下 可不可以 哦 我們看 看一下你的期待有多大 哈哈哈 啊 啊 預約人數突破10萬後 我們還有驚喜神秘大獎 我想請問一下 我想請問一下 switch還不夠大嗎 iPhone13的手機 還不夠大獎嗎 哦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遊戲 官方 我不管他的原廠是誰啊 代理商 請問一下代理商 除了switch 跟iPhone13的手機 你還可以送出什麼神秘大獎 你還可以送出什麼神秘大獎 麻煩解釋一下 這間遊戲的代理商 你們一直投放這些廣告 那這些廣告上面說的有多浮誇多虎爛 哦 剛才說的嘛 送送switch 然後再送iPhone 你們不要一直躲在背後 你們竟然投放這些廣告 廣告上面怎麼說的 你們就要有本事做到 只會一直投放這些垃圾 然後吸引玩家下載 那請問一下啊上面說的 上面說的這些switch啊 iPhone13啊 有多有有有有幾個做到 有幾個做到 剛才說的嘛 70%的機率跟50%的機率 總共好算 我們算10萬台就好了 10萬台以上的switch 跟蘋果手機iPhone13 你們辦得到嗎 這間遊戲的代理商 你們辦得到嗎 哦 你們投放出來 你們就要有本事做到 這些廣告已經跑出來多少次了 各位沒在唬案哦 我都是算給各位看的 這些我都是算給各位看的 哦 他上面說什麼 我就算給各位看 那就看這間遊戲的代理商 到底做不做得到 然後這個驚喜神秘大獎 你還可以送什麼 你還可以送什麼大的嗎 你不要 你不要跟我說是什麼遊戲的資源 遊戲的資源那些都是垃圾而已 有什麼驚喜神秘大獎 真正的驚喜神秘大獎 至少要拿出真的東西出來 給給人看吧 對不對 看是要PS5 還是你要送機車 送汽車 送法拉利 什麼驚喜神秘大獎 有什麼大獎 比switch還大的 有比iPhone13還大的 麻煩拿出來看一下好不好 你們投放這些 你們投放這些 就要有本事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廣告不死 廣告浮誇 用來欺騙消費者 用來欺騙玩家的 哦 參與大獎 OK 到時候看看全台灣 到底有多少個預約玩家 拿到了switch 拿到iPhone13 跟他們口中的大獎 然後還有這則吧 哎 這 這則好像一樣的 因為我好像 因為他一直有洗 然後我就好像結到重複的 然後再看別的一下 哦這個也是這個也是 哎等等 你們看一下剛剛那上面寫的字 恐怖福利 領到斷手 這種 真的 如果這種遊戲 他真的送那些福利嗎 我真的覺得說那些 不知道那些switch 跟iPhone是從來來的 哦 領到的話真的可能也得 得斷手了 OK 哦好像這個 這這好像不一樣 啊哈 一大波福利是什麼 啊 預約即可抽取iPhone13 Pro Max 哦 iPhone13 Pro Max 各位沒有看到 哇哦 哦哦 這麼這麼多 好哦 啊哈 等等還有 他又說什麼超級大福利 到底有什麼超級大福利 我想請問一下到底還有什麼超級大福利 比 剛才說什麼 我看一下哦 呃 他說什麼 iPhone13 Pro Max 然後還有什麼 Switch 魔物獵人限定版 還有什麼 PS5 還有什麼比這些還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 自信 自經遊戲的代理商 啊 我 我現在不管啊 不管原廠到底是誰啊 你們這些代理商投放這些廣告的時候嗎 你們能承諾可以送出這些福利嗎 你們能承諾嗎 如果你們不行 那你們投放這些廣告 到底在投放啥小的 iPhone13 Pro Max 然後Switch 哦 魔物獵人限定版 PS5 你們你們可以送的出來嗎 你們送的出來嗎 抽 可以你們 到底有幾台可以給玩家抽 來像剛剛說什麼 70%的機率可以獲得 那50%的機率可以獲得 你們可以嗎 你們辦得到嗎 這間遊戲 這間遊戲的代理商 你們辦得到嗎 你們辦不到 然後還投放這些廣告 會不會太標臉了一點 哦 我這個人有理有趣在講話 不要說什麼毀飯還是什麼的 證據都在這邊 廣告都在這邊 剛剛也算給各位看了哦 都算給各位看了 那請問一下這些遊戲 這間遊戲的代理商 你們做的到嗎 你們這些 這些東西你們做的到嗎 然後我來看一下好像有一個 等一下下面好像有一排字哎 等等我看一下下面有一排字 各位 哎 各位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排字 看一下哦 下面有一排字什麼 實際 獎品為抽獎字 靠北看到抽獎字就知道他媽 我是不知道抽抽要不要花錢啊 但是反正就是 哦 絕對不是什麼佛心的東西就對了 中獎人數限制為50人 啊奇怪耶 剛剛這則廣告 來我們看一下這則廣告 這則廣告沒有說限制人數 然後他說70%的機率 然後再來這則廣告 他說限制50人 啊 所以請問一下 所以這個這50人你應該怎麼解釋 你應該怎麼解釋 你限制人數 你前一則廣告說哦 70%的機率 然後這則廣告又說50人 然後請問一下 你再投放這些到底有沒有經過腰帶啊 MING PAO TORONTO